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突然一道螺音响起 天空好像水纹一样荡开 一股极强的音波之力凌空而下 将广源整个人照入其中 随着空间的波动开 在那音波的源头 一名通体灰白的海族时隐时现 手中正是举着韭菜天罗吹了起来 广源心中已经朝私下望去 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润祥和李云霄身上 远处九天和冷雨正在苦战着 却不见了昭文湛的身影 难道昭文湛死了 广源的眼中爆出一团冰冷的沙气来 昭文湛乃是九阶数量师 无论是用还是拿来吃都极为重要 该死 五刀主呢 他大火一声 仰起右手来 五指握紧锯气 凌空一拳就轰了上去 轰 一道青色全盲 划破长空 直接将那海螺之音击散 全盲不灭的继续轰向那人 那人眉头一皱将海螺从口中放下 整个人直接虚化起来 消失在空中 该死 广源眼中闪过一道寒气 冷冷的说道 以为躲起来就不用死了吗 他身体一下子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就出现在法华连台的身侧 双手掐了一个绝印 那连台上射下一道光芒 将其照入其中 广源的双眼一下子变成金光灿烂 凌空四下望去 在那儿 他瞳孔 骤然一缩 直接凌空一拳 就轰了过去 目光锁及之处 猛的被全境隔空打得炸开 一道人影 从那处空间内被震了出来 大吐一口鲜血 他急忙在空中变化身形 几个闪动之下 就落到地面朝远处顿去 哼 整个岛屿都是如是我闻的观想所画 你能逃到哪里去 广源的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和讥讽 他正要出手去追 却突然身形一致 瞳孔猛的张开 朝远处的润翔身上望去 露出凝重和激动之色 远处 润翔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起来 脊椎骨融入体内 凌空化龙 那脊椎上的龙手 则是直接浮现在胸前 好像活过来一般 抱起双目 射出 道道寒光 一片片金色的鳞片浮现在身上 额头双脚顶迫而出 好像玉枝般灵气逼人 身上每一道变化 都引动了轰鸣声 好像衔接遥远的时空 他的双手变成龙爪 单手提着那三尖两刃枪 身上的气息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直接引动天地意向 四周泛起古怪的气息 在天宫中荡漾 这是 所有人都是心中猛然一震 不自觉地停下手中的战斗 骇然地往长空上望去 那股气息之下 仿佛从远古洪荒而来 令人不寒而栗 心中难以抑制地生出恐惧 特别是那些海族强者 都是双腿发软 几乎就要当空跪下了 李云霄也是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在那股龙危下就连他也感到内心一阵压抑 胸口憋了口气无法吐出 远处 九天和冷雨还有飞鸣等人的动作 也是停了下来都是骇然而望 在那股浩荡龙危下 最受冲击的便是所有海族之人 就连水仙也是脸色微变露出震惊的声色来 哈哈 画龙 这才是真的画龙啊 广员猛然大笑起来 眼中绽放出异常兴奋之色 高声道 北海的天才 让我看看你的无穷潜力吧 润响的脸上一片平静之色 与之前那种狂暴和兴奋截然相反 他的毛子如水 照万物而不留痕迹 李云霄宁声道 竟然真的浮现出了部分真龙的形态 这便是你有勇气和我一站的底牌吗 润响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来 望着无尽的长空和远处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出生在北海的一个B级海族里 他突然说出一句古怪的话来 所有人都是一愣 广源也是皱起眉头 但依然不动声色 静静的听了下去 我的出生对于族群来说 就是一个灭顶之灾 因为我父亲是北海之王 而母亲却只是一个B级海族的族长之女 于是我母系一族就随着我的诞生 而永远化作了大海的尘埃 润响那似水的眸子里终于出现了一丝连衣 好像一块小石子投入到古井里 这其中包括我的母亲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阵露出不同的表情来 润响平静地说道 那一年我五岁 我永远记得他们惨死的一幕 随后我被带到了北海王宫 被迫认了一名从未谋面的男子做父亲 当天我便被扔进了北海之渊 啊 水仙忍不住一声惊呼起来 小手掩着嘴唇露出了吃惊之色 广元则是眼中闪烁出金芒来 脸上神色依旧 在场的人当中 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北海之渊到底是什么存在 那是北海最为残酷的试炼之地 直接通向另外一处空间 就算是成年海族 也很难从里面活着回来 因为那个男人说我体内的血脉被污染了 不配做他的儿子 除非我能从北海之渊中回来 润响抬起头 眼中闪烁着追思 继续说道 当时我的年纪是五岁 实力还没有达到八荒境 而同岁数的其他王族成员 不少已经是八荒境巅峰了 海族天生就有着强大的血脉继承 一些优秀的B级种族 甚至一出生就是九天境的强者 他微微闭上双眼 脸上闪过落寞和难受之色 似乎那北海之渊内的事回忆起来 就只剩下痛苦 我用了三年时间 才突破到了八荒境五尊 这在当时的北海王储当中 已经是最垃圾的天赋了 但 潤翔身上的气息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内心情绪似乎受到了影响 灵力的双眸猛然睁开 韩生说道 但 我一定要变成最强 我要从北海之渊回去 将他们全部杀死 啊 水仙又是惊呼了一下 在潤翔那猙獰的脸孔下 他突然觉得有些害怕起来 其余所有人都是静静地听着 内心倒是没有多大的变化 因为海族的生存极为残酷 血脉的等级几乎就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李云霄目光微宁 冷静地说道 那你将他们都杀死了 潤翔笑了 脸上浮现出坚韧的笑容 我用了五年时间 终于从那地狱中出来了 虽然我依旧还是八荒镜的修为 但同辈中已经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父王的三十二子 我杀掉了二十二人 所有人都是身上冒出一股寒意来 虽说帝王之家无亲情 但这小子也太狠了吧 这可以看出 当年他受到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才会在小小的年纪有如此很多的心肠 广元 沉着脸 也是毛子微眯 似乎在感受着润翔的那种心情 他又何尝不是被自己的兄弟打伤 追杀的差点死掉 那些骂我的 骂我母亲的 我全都一个个用拳头还给他们 有次七弟当面骂我是杂种 我当场就打爆了他的头 直接将他的尸体悬在王宫的门前三月 无一人敢替他收尸 润翔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来 笑道 杀了父王的二十二个儿子后 顺带连他们的母系也全部杀了 还有当初杀了我母亲之人 也被我直接将肉一块块咬下来死掉了 他眼中的寒光越来越冷 盯着李云霄说道 剩下的那十个没死的 并非他们没骂我 而是当年的我打不过他们 等这次杀了你之后 我就要回北海去杀了他们 众人都是一脸的黑线 不少人暗中想要杀我 都被我逐一躲了过去 并且以十倍的手段还给他们 从此我的天赋和凶民 便传遍了整个北海 所有人闻风丧胆 其实我的天赋真的很垃圾 但我有一颗必须要赢的心 无论对方多强大 我一定要赢他 一定要 这就是我 北海润祥的武道之心 他眼中猛地爆出一股异常坚定的力量 凝视着那无边无际的大海 仿若穿越无穷空间 朝着那武道的终点凝视而去 为了打败那十位兄弟 为了打败我心目中的英雄 北海之王 我的父亲 我踏入了天武大陆 来追求更高的武道来了 就在我自信满满 以为可以横扫天下 总横四海 打遍年轻一辈无敌手的时候 李云霞 你出现了 润祥的眼中包含着无比复杂的神色 更多的是冰冷和杀意 他宁声说道 是你打碎了我的梦 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 好像一堵高墙屹立在我的面前 无论我怎么努力成长都难以翻阅 每次我觉得足够杀了你的时候 却发现你已经变得更强了 我们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减 反而越来越大 李云霄 我该感激你 还是憎恨你呢 润祥问出了一个让自己矛盾的问题 大笑道 也正是因为有你 我才能够一步步走到现在 拥有这般画龙之力 我应该感谢你才是啊 自从红月城一拜后 从未有过一刻 像现在这样 让我觉得离你如此之近 今天 就用你的尸骨 在我脚下垒一层阶梯 让我朝着那武道的终点 再迈进一步吧 润祥五指一握 手臂上爆出一股浩瀚之力 一道惊天龙吟冲销而起